在这一回呢 在这个主题就是潮起亚细亚 亮点超过一亿人点火入场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 到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彭丽艳 举行了国际贵宾欢迎宴会 也指出浙江市 中国是现代化的先行者 那这一次呢 水就是重点就是主角 因为在杭州是个因水而生 也因水而新的城市 包含了什么呢 钱塘江 大运河西湖等等都跟水有关 所以水就是这场开末式的主元素 那你可以看到 在稍后的八点钟就要来登场了 我们请教教授 我觉得今天看到大陆 每一次办这种大型的运动会 或者大型的高峰会 那这些整个的 我们叫做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就是calligraph 他们这个画面 都做得非常的壮大壮丽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 已经大概没有别的国家 能够做得这么多 然后怎么动作整齐 然后整个的设计 不是纯靠人力了 整个的设计这些 我想我们别的国家以后 大概也不需要去跟他拼了 就是你这个是拼不过的 做不来 做不来的 所以我现在发现 我们台湾也都是做一些 小众的东西就可以了 就是你今天真的是 在这一方面 那个是大陆的绝对的优势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在杭州上次 也办过一个峰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慢慢的大陆的城市 就是每一次透过 办大型的运动会 或峰会 其实他们那个城里头 也清得还不错 我们前一阵子讲到 印度这个新德里 就为了办集团 就也清了一下 那我记得我自己 有一年我去广州 2009吧 然后2010年广州要办亚运 他们都是那个里头 那个墙壁 政府帮你拉皮 所以拉得多很漂亮 看起来比较整齐一点 那我就好希望 柯碧要办台北市 可以帮大家 帮我们也拉个皮 好看一些 可是就没有做到 可是大陆真的帮你拉皮了 他为了要整个美观 他们要美观 那所以杭州我觉得就是一个 又不是像上海 或者说像广州 或者像北京 这么大的城市 它有它的美的地方 那我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说 请不要开发这个城市太过头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杭州1993年 杭州的机场是只有县桥机场 还没有国际机场 然后那个行李是怎么出来的 是人拿到行李这个上面 然后再弄出来 没有那个转盘的 那时候消失还没干 那个时候没有 1993年时候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快速的情况 我很喜欢那个低 很小城市的风格 可是马上就不见了 那但是这个也是大陆 表示它发展的很快速 发展的太快没有办法 那所以不仅是城市的发展 然后有不断的更新 然后再加上办大型的活动 然后大陆办这种运动会 办高峰会 我觉得已经办到了 我说已经成精了 就是大概他们过去 也包括春晚有些表演等等 他们已经习惯于 从事这一方面 那我觉得我们 大概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只希望我们的选手表现就好了 不要被他这个 我说这个震撼到就是了 是 好看到在这一次 在待会的开幕式 这一次大家其实一般来讲 比较大型的赛事 都会看到有烟火 不过看到在这个烟火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开幕式 总导演说 开幕式采用的是数位烟火 这一回呢取消了实体的火炬 由3D动画AR实镜技术来整形烟火 同时还有就是要体现 绿色伴赛的理念 那么数位点火仪式 上一名的数字火聚首 虚实结合 这同时也是世界首创 还有呢主题曲响起的时候 在现场不只你听到 你还可以闻到桂花香 所以也就是一个视觉 听觉 嗅觉 全部让你一次体验 这个这种大型的运动会 就展现国力的时候 其实像全世界展现国力 除了说我的运动员的 体能表现之外 也在借着这次的这种 开幕或闭幕的仪式上面 我展现出来我国家 一个进步的一个情形 那这次很明显的 就是说它这次的开幕典礼 重点就是几个 第一个它讲环保 对不对 它就不再放烟火 其实烟火是 很不环保的一种花样 我们台湾现在来讲的话 比如今年来讲 这个灯火也是用无人机 来替代这个烟火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一个创举 这个展现出来它科技的能力 对不对 它这个科技上面可以 结合3G动画 或者是AR实体技术 这些是展现出来中国 它在科技方面的一个 这个实力的一个秀 那当然我们这次最重要的 我觉得说还是展现 在运动员的实力上面 其实我很期待 再去看到这个全红禅 它那个跳水的时候 没收水花的那种镜头 那真的很漂亮 那我们台湾这次有很多的选手去参加 很多很棒的 这个譬如说是举重 郭信淳 希望上次奥运他拿到金牌 那这次我们大概 我们全体台湾的 人民族旗舰加油 还有安马王子 对不对 戴之营他这次也有去参加比赛 然后跆拳道选手 这个女生那个叫什么 罗嘉玲这次掌器官 罗嘉玲这次也去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台湾 我在这边也为我们台湾的选手加油 希望马上就可以来100金 马上拿下来 对对对 最起码他们估计我们这次台湾去 希望可以拿下十面金牌 郭信淳应该是没问题 他这个举重已经是奥运冠军了 那安马来讲的话 上次拿铜牌 安马王子 那希望这次有更好的成绩 可以振奋我们国人 对我们累积到现在已经99金了 所以大家就非常期待 在这一次的在 希望这些小将们 这些选手可以帮我们带回来更好的成绩 那这一次呢 在这个亚运 可以说是一个史上规模最大 同时也是最多项目 我们请教亮哥 这个总终有40个大项 那奥运项目有31个 那两个新增 就是电子竞技 就电竞 还有霹雳舞 这两个新加入亚运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顺便帮城市整容 这个包括几个部分 就是他新建改造公园120几个 然后地铁沿线要加上绿色 那有260公里 是全面性 对然后总共增加三万多棵树 就绿化 然后他65个场馆 全部都是绿电 百分之百绿电 然后他用AR的智能巴士 所以你基本上300米 範围内的行人可以感知到 那当然那个智能医疗 还有场馆的智能大脑 那这个大概都是新的 那总共有12000多人参赛 那中国的选手是886个 所以有45个国家或地区 当然包括台湾 45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亚运 相当大 而且他的转播 他用11个电视频道 还有7个自媒体 这个也很罕见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道路 在办大赛事 他每次都这样 就是一定会去集结 他当下最大的科技水平 然后展现 他这个有助于提升 人类文明的一些项目 这个就是 所以我是觉得他是蛮用心 在办大型的活动 自上上次那个 中国与中亚的高峰会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那个是在西安 所以我是觉得 大概比他花更多钱 大概只有卡达那次 四足赛 不过卡达那个 中国也帮他很多忙 对啦 那几乎都是中国建 不过就是他花的钱 这是吓死人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大型的赛事上面 不管是你在软硬体的部分 尤其是在这几年 这个一定要有 这个一定要集 把所有的四拳集中 才有办法这样做 这个我觉得一般 没法到 台湾绝对做不到 我认为台湾做不到 台湾哪一个市长 在办的时候 中央不一定会配合 难啊 非常困难 不过他用的经费 也比台湾要高太多了 这个事实上一定是中央的计划 然后 让整个城市 然后给予杭州市 有相当大的市权 然后还有给予的经费 各单位都要配合 包括中国的顶尖企业 你要全面配合 就集聚国力了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太阳星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